健平日愛心花每逢過節情節 我們會發紅紅包和物資 讓你來學生家庭和獨怒 需要入睡俗和健平人長看所有共同學主告白 一倍的物資加碼情商 另外牧師李柏麗也領上五十包的白米 給健平利愛心肺 以健平利將於六月十八日 辦理環保四級 在你來於中華民國六三聘文宵合作社 也關注一份錄影 三聘在四級做愛心肺炎 說到全部關於愛心肺 市環保教也在四級切打選團 並準備兩百分選特兵送給現場的民眾 市環路君豪標示 非常高興 今天我們跟愛心基金會傅建峰 還有我們潘老師 還有養路學會 一同來捐獻一些物資 給我們地方的一些地收入戶 大家都知道 如果到處就教你了 我們一些比較辛苦的人 在生活上就是一些 好像勸缺了一些愛心 玩家物資 我們提供給這些地收入戶 也是一種拋磚語域 讓很多人再走出來 我也感謝潘老師 潘老師長期以來 一直在付出 跟我們傅建峰副理長 還有養路學會 長期生都一直在付出 他不覺得回饋 我們社會要像一些這些人 多走我出來 也有些地收入戶 這些好朋友 這對我們的愛心 他們又跟我們發揮 過一個好價值 謝謝 我們養路協會 就是長期都有在付出 就是關懷附近鄰里 因為我們剛好是在建坪里這一邊 那我們也會長期在這裡配合 就是有辦一些健身養生的講座 那就是讓這邊的居民參與 那我們台南市啊 是那個全國第二養路的大縣 所以剛好3到6月是鹿龍的採收季 所以就是大家 我們就是可以食在當地 就是去入場挑選新鮮鹿龍 這是一點點我們的愛心 我們希望我們有更多人可以來付出 現在有端午節 再來就是中秋節 我們希望我們的低收入戶 獨居老人 還有更多需要我們關心的 有更多人可以來付出 因為我的力量有限 我們希望說能夠大家一起來 貢獻我們的愛心 讓我們這個社會能夠更好 在佳節的同時 希望大家都能夠過得非常的愉快 好不好 我希望中秋節能有更好的 東西來送給我們的低收入戶 這次真的很感謝我們那個盧議員跟潘老師 還有養路協會他們的贊助 我們平常我們在三節之前 就是春節端午中秋之前 都會送給我們裡內的肉食家庭跟獨居老人 那我們就固定的會送 這些他們進來的我們都算加碼 我們本來要送的包括紅包600塊 還有其他的應景禮品 我們都不會撿 還有這些都是增加的 那感謝真的盧議員跟潘老師 還有養路協會他們的支持 希望 往後 有更多人 更多的人來響應關懷我們這個肉食 謝謝 建民旅行李愛心肺已經邁入第十年 每逢三節經費 我們會送給你來育小家庭 獨家庭人 每逢600塊錢和物資 合計超過一千塊 另外有他人關注 都屬於加碼情賞 此處 中國家的愛心關懷 將於六月十七日發放 於市長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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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英兆 順利婷2位 並順利婷2位 共同國賓一倍物資 加碼情賞 每逢有杜油 沙拉油 各一大坪 米粉和米條 每一包 每一包 連貨牧師 李玻利也 任貌 52包 別米 以上是多巴蒙新闻帮报道